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 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 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 迈向伟大复兴 用事实说话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今天继续聚焦 开辟中国式现代化 广阔前景 我们的目标很宏伟 也很朴素 归根到底就是让人民 过上更好的日子 习近平总书记说 孩子的抚养教育 年轻人的就业成才 老年人的就医养老 是家事也是国事 的确 中国式现代化 民生为大 党和国家是把这些事 放在心上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医疗卫生体系 全国各级教育普及程度 达到或超过 中高输入国家平均水平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社会保障网 面对新形势新挑战 社会保障也在不断地调整 发挥兜底作用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围绕健全保障和改善 民生制度体系 做出一系列重要的改革部署 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的 社保制度 这就要求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不断地探索完善 符合人民群众需要的 社保体系 现在这项工作 在全国多个试点 已经取得了成效 张果是一名外卖骑手 在上海做这一行 已经三年了 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挺奔波 但每个月大几千 最高能过万的收入 他挺知足 唯一曾经让他不那么踏实的是 这种相对自由松散的工作性质 万一出了什么事 有没有相应的保障呢 去年夏天 张果在骑车送餐途中 经过一段不太平整的路段 一不留神 连人带车摔倒在了路边 张果把自己摔倒受伤的事 告诉了平台 安全专员随即跟他取得联系 协助他通过一键报案 向平台企业发送事故报案信息 并申请职业伤害保障 当时我出院材料收集好以后 提交上去 大概钱下来用了十天左右 当时是花了三万七千多 都报了 平台给张果申请的职业伤害保障 相当于我们国家 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创设的一种新型工商保险 2022年7月 我国以出行 外卖 及时配送 同城货运行业为重点 在上海等七个省市的 七家平台企业 开展了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按照相关政策 张果不仅报销了医疗费 休养期间因为没有劳动收入 还拿到了一个月 四千元的生活保障金 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保障 让我们干起活来更放心 更有动力 没有后顾之忧 社会保障就像一把撑起的大伞 当人民群众遇到养老 疾病 工伤等风险时 可以用它来遮风党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老百姓关心什么 期盼什么 改革就要抓住什么 推进什么 朴素的话语 映照着新时代改革引领者 心系人民 造福人民的承诺 和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将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社会保障网 从2012年底到2023年底 我国养老 医疗 失业 工伤保险 参保人数 都大幅增加 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成就 在春风体现了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通知 体现了党 中国式携带化 民生为大的发展理念 体现了党将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汇集人民的一个基本的政策局限 在散下遮风挡雨的人多了 但新情况也出现了 随着科技进步和经济发展转型 我国传统的就业结构和劳动模式发生变化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灵活就业人员 像是外卖骑手 网约车司机 自媒体从业者等越来越多 据统计 2023年 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达两亿人左右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8400万人 而按照原来的政策 这部分群体中的很多人要参保 还面临一些新问题 这个灵活就业人员 或者是新就业形态人员 它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不仅是为一个单位工作 它有时候还可能为多个单位工作 这样的话 单位为它剿难 所谓的保险的时候 它就有一个责任 不是很明确的问题 世界各国的工商保险制度 它一定是以劳动活动为止的 就是你是个雇员 你是个职工 你的工作伤害是 要得到工商保险的保障 那个是强制性的 如果你是个立工商副 你是灵活就业的 你没有明显的雇职 没有一代一代劳动关系 那么你连参保的资格都没有 发展中遇到的难点 既是群众关切的焦点 也是不断深化改革的方向和突破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适应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的迅猛发展 采取多种手段 维护好快递员 网约工 货车司机等就业群体的合法权益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做出全方位部署 提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 农民工 新就业形态人员 社保制度 扩大失业 工商 生育保险覆盖面 全面取消 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 完善社保关系转移 接续政策 我国2022年开展的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就是为解决发展中出现的 这些新情况新问题 而进行的探索 那么这种保障 与原有的工商保险相比 有怎样的创新呢 在试点城市上海 记者了解到 针对平台的就业人员 流动性大等特点 职业伤害保障 突破传统缴费模式 由平台企业按月缴费 实行按日参保 按单寄费的方式 我们现在都是通过 系统后台对接了 那也就是我们平台的系统 和我们人事的系统 基于我们物流的配送数据吧 每次小哥只要 在我们的APP端接单 那一旦触发接单 我们就会触发 对应的投保记录 只要接单就会投保 这种方式实现了 每单必保 每人必保 保障的范围 待遇的标准等 也与工商保险总体一致 试点两年多来 上海还做了很多探索 让办理流程更高效 更便利 将职业伤害确认 劳动能力鉴定 和职业伤害待遇的申请 全过程的委托商保机构 充分利用商保机构的 他们的经败优势 来提升我们的效率 平台企业都是在互联网上生存的 它的任务都是网上排单的 所以针对这样一个特点 我们也开发了全程的 这个线上的申报系统 劳动者在申请职保的这个过程当中 可以全过程网办 不见面审批 不用到现场来 去年冬天货运司机陈兴闯遭遇了一场车祸 车祸发生后 从提交材料到理赔 整个过程它基本都是在网上完成的 不仅仅是职业伤害保障 为了让这部分劳动者 能平等地享受各项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 今年来 我国不断推动相关的体制机制改革 2021年7月 人设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要求各地逐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 在就业地参加基本养老 基本医疗保险的户籍限制等等 应该说同时坚持目标导向 人的导向 因为目标导向一定是要 促进社会公民的年 增进人民福祉 这是我们前面审法改革的缺乏点或罗交点 我觉得这个理念是管总的 然后要强调兼制制度建设为局限 就是你故事的制度不能涵盖 那我们就要守正常心 你比方说 在这一地民困 首先它的参保的条件 就要改变 就是要放弃以富士为一决 要以长期为一决 要少去富士的档案 这个就是制度创新 与此同时 各地也在不断探索 为灵活就业人员 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 今年47岁的孤婷利 在南昌从事社区团购工作 她告诉记者 作为一名大龄求职者 这份工作门槛较低 自由度高 可以兼顾着照顾家里 比较适合她 就是缴纳社保的花费 让她有些压力 后来 孤婷利了解到 南昌针对她这样的情况 有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她赶紧进行了申请 像我们灵活就业的话 年少最低是8000多 然后每个季度政府是补贴了 1000多块钱 根据相关政策 年满40周岁的女性 年满50周岁的男性 就业困难人员 包括离校两年内 灵活就业的高校毕业生等 都可以享受一定比例的 社保补贴 补贴最高可享受 实际缴费的三分之二 为了方便群众办事 我们各地还设立了 专门的服务窗口 就业困难人员可自行前往 灵活就业所在地的社区 或便民服务中心 就近提交申报材料 今年以来 南昌市还为灵活就业人员 推出了两个新的政策大礼包 以往 住房公积金 需要个人和工作单位 按比例共同缴存 按照南昌的新政策 从今年2月1日起 灵活就业人员 自己也可以缴存 住房公积金了 日前 个体经营户王东 就刚刚开通了公积金账户 现在公积金出台这个政策 对于我们灵活就业人群 是一个很大的利好政策 想考虑买到房子 在那儿定居 还能在这边读书 政策的出台 打破了地域的限制 就是南昌市户籍以外的 灵活就业人员 都可以申请缴存公积金 它缴满12个月以后 都可以申请公积金贷款 享受公积金贷款的低利率 灵活就业人员最关心的工商保险 南昌也进行了改革创新 和此前我国在七省市 部分平台开展的试点不同 南昌市从3月1日起 施行的补充工商保险办法 社会保障的覆盖面 进一步扩大 抓改革 促发展 归根结底 就是为了让人民 过上更好的日子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部署推动一系列民生领域改革 从就业 增收到入学 就医 从脱幼养老到社会保障 人们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更强了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 也更足了 是什么事 我是有事 对未来就会有办法 是什么事 我希望你做个事 我是有事 是什么事 有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